比迪丽怎么也没想到未来的小叔子 明明只有七岁实力竟然如此强大 而悟空因为孙悟天输掉了比赛 脸上看不出一丝笑容 唯独贝吉塔此时最为高兴 估计三把AK都压不住这上阳的嘴角 就在刚才特南克斯在少年组的比赛中 轻松打败自己的对手进入总决赛 而孙悟天毫无悬念同样打进了总决赛 以至于少年组的冠军争夺战 将会在孙悟天和特南克斯两人身上展开 随着比赛开始两人的身影激烈的碰撞 双方都拿出了吃奶的力气 但是两人之间的实力相差并不大 于是放弃力量上的比拼改成拳脚争锋 激烈的战斗直接从擂台上打到了空中 原本势均力敌的战斗终于有了突破口 于是这场战斗又变成了速度上的较量 可无论是力量还是速度 孙悟天和特南克斯都相差无几 随后两人又回到擂台上朝着彼此冲去 特南克斯不愧是有贝基塔的陪伴 战斗经验明显在孙悟天之上 幸好孙悟天已经学会了武空术 于是朝着特南克斯杀了个回马枪 双方再次陷入了不分伯仲的战斗 琪琪和布马为各自的儿子加油 可怜的乌龙没想到却迎来了无望之灾 就在这时孙悟天成功锁住了特南克斯 看到这一幕的布马更加的紧张了 但是乌龙的内心却乐开了花 然而孙悟天还是因为战斗经验不足 如此绝佳的机会竟然被特南克斯翻牌 虽然这种程度的攻击还不足以分出胜负 但是这种程度的战斗却惊呆了所有人了 特别是撒旦双眼布满了血丝 可撒旦的嘴还是很硬 安慰自己这绝对是障眼法 这时特南克斯打算来点刺激的 说完就朝着孙悟天放出一个大波 但是孙悟天一个跳跃就轻松躲开了 暗中偷看的撒旦看到这一幕亚麻呆住 而孙悟天坦言来而不枉非离也 于是也朝着特南克斯施展出龟派气功 特南克斯能躲开是意料之中 裁判竟然也能躲开就有些出乎意料了 但是孙悟天对气的控制却不是很熟练 这一幕也让孙悟天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于是特南克斯决定接下来的比赛 双方都不能使用大波攻击了 说完双方就朝着彼此快速重来 看似是力量上的比较 特南克斯却用上技巧让孙悟天失去平衡 随后趁机将孙悟天甩到了空中 下一秒特南克斯又趁机将孙悟天锁住 同样的招数特南克斯刚才能挣脱并且反击 可轮到孙悟天的时候却始终无法挣脱 观战的贝基塔看到这一幕很是得意 告诉悟空这场战斗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 可就在这时孙悟天竟然变成了超赛 成功挣脱了特南克斯的束缚 看到这一幕的悟空很是震惊 自己的儿子竟然这么小就能变成超赛了 反观贝基塔就不高兴了怒骂悟空作弊 但是孙悟天很快又从超赛变回常态模样 可即便如此也让在场的观众 想起了七年前和沙鲁战斗的一群人 至于亲身经历者的撒旦 已经可以断定眼前的孙悟天等人 就是七年前打败沙鲁的一帮人 反观此时的擂台上特南克斯开始抱怨 坦言孙悟天违反了比赛前的约定 大家都约好不能变成超赛 孙悟天也知道是自己的不对 所以向特南克斯道歉不会有下次 以至于两人的战斗继续打响 不过这一次特南克斯明显认真了许多 孙悟天刚开始就直接被压制了 只见两人的速度比起之前快了三四倍 两道身影在擂台上不断地消失又出现 即便是最高级的摄影机都捕捉不到身影 突然两人的战斗再次出现了突破口 孙悟天刚开始还处于下风 可如今竟然反过来压制了特南克斯 只见孙悟天踢出的一脚击中了特南克斯 随后挥出的一拳让特南克斯有了懵圈了 愤怒的特南克斯放出大波却被孙悟天躲开 来到空中的孙悟天没有继续逗留 而是从空中以极快的速度俯冲而下 面对这种情况特南克斯冷静地计算时机 可没想到孙悟天预判了特南克斯的预判 被迫变成超赛的特南克斯趁机进行反击 直接让孙悟天重力加速度倒飞出去 虽然孙悟天已经很努力地刹车了 可最终孙悟天的双脚还是落在阶梯上 以至于孙悟天直接输掉了这场比赛 看到这一幕的贝吉塔嘴角瞬间上扬 坦言悟空的赛亚人血脉不够强啊 生出的孩子不如自己的儿子血脉纯粹 而此时的孙悟天很是生气 因为特南克斯不讲伍德变成了超赛 但是对于特南克斯这算是扯平了 毕竟孙悟天刚才也变成了超赛 虽然特南克斯这样说 但是孙悟天还是一脸生气的模样 于是特南克斯拿出了杀手锦 让孙悟天在自己的礼物里随便挑一锦 可见小孩子就是好火 没有什么事情是玩具不能解决的